女人脱掉上衣 又利落地吞下外裙 一头扎进水里 在碧蓝的池水里搜寻 捡起一块碎片后浮出水面 浑身湿透的她被男人一览无语 迟迟挪不开双眼 半晌过后才尴尬地转过身去 带女人穿好衣服 她欲开口道歉 女人却没给她机会 只留下一个愤然的背影 于是男人敲击键盘 准备写下一封真诚的道歉信 然而在字里行间 她不自觉将真情流露 露骨的言语中满是炽热 暧昧的内容连她自己都忍俊不惊 又连忙正经起来 写了一封正经的信 然而送信时却在慌乱间拿错了 暧昧露骨的情话 让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玩味 女人一步步后退 内心的激动就快要无处可藏 暗涌的爱意终于在此刻表明 让两人融于一体 然而此刻的门后 一道灼灼的目光正在盯着他们 两人只好停止动作 尴尬地抽身离开 而妹妹伯莱尼惊慌地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平静 只因她也悄悄暗恋的刚刚的男人 罗比 西西丽亚与罗比青梅竹马 一同长大 但罗比的内心深处十分自卑 因为她只是仆人的儿子 与西西丽亚有着门第之别 就连她上学的费用 也是西西丽亚家里出的 她还想继续上学 以后成为一名医生 但西西丽亚其实也暗恋罗比 不想让她离开 两人才发生口角之争 不小心掰碎了花瓶的一角 落入水中 生气的西西丽亚脱掉上衣 跳入水中 捡起花瓶 而这一幕被妹妹伯莱尼禁收眼底 心里满是妒忌 原来小小年纪的她 也暗恋罗比 当看到姐姐脱下上衣时 她赶紧转过头 却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 看了回去 姐姐湿漉漉的一身 从水里爬出来 这一幕深深刺激到了伯莱尼 她平时热爱看书与戏剧创作 从小内心世界丰富 而刚才的一幕在她看来 无非是姐姐对心上人的勾引 这让她心里非常难受 没过多久 罗比就让她代为转交信件 伯莱尼当然没有直接交给姐姐 而是自己在房内偷看 里面露骨的情话 毁了罗比在她眼里温润如玉的形象 这与禽兽又有何意 伯莱尼对罗比的心思逐渐拧曲 这条绿裙子惊艳了影史 却承载着一段凄美的爱情 西西丽亚被罗比按在墙角 两人的缠绵却被妹妹撞见 只好尴尬离开 而此刻在妹妹伯莱尼的眼里 彻底认定罗比是个恶魔 到了晚上 双胞胎弟弟突然失踪 全家人都去找她 伯莱尼打着手电筒 细细检查草丛里 可突然 眼前的一幕让她大惊失色 表姐正被人压在地上侵犯 她吓得手电筒掉落在地 那个男人听到动静 提起裤子就跑了 伯莱尼跑过去问表姐 这个男人是谁 表姐哭着说天太黑 没看清楚 伯莱尼心生一记 表姐懵了 伯莱尼向警察举报了罗比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 她还将罗比写给姐姐的信偷出来 作为她巨星叵测的证据 西西丽亚信任自己的爱人 认为是妹妹在胡思乱想 她穿着一袭绿裙 在外焦急地等待调查结果 可罗比只是一个庸人 根本不值得警察大动干戈 他们就这样盖棺定论 等罗比领着双胞胎回来时 直接将她抓走 西西丽亚紧紧抱住恋人 可还是得面对两人分离的事实 从此 他们各自的人生天翻地覆 罗比被送进了监狱 没过多久 二战爆发 是参军还是继续坐牢 罗比选择了前者 可参军后的生活极为艰辛 罗比吃尽苦头 在一次战役中 几人与大部队走散 不得不独自前行 过着食不果腹的野人生 每当绝望之际 她就会想到西西丽亚 自从她入狱后 西西丽亚就与家里断绝了来往 独自一人去做了护士 参军前 两人见了一面 Come back Come back to me 西西丽亚表示自己会一直等她 罗比认为她没有必要为了自己 浪费青春 但爱情便是你认定一人 就会放弃其他更好的选择 西西丽亚鼓励着她 还给了她一张照片 表示两人以后就要住在海边的大房子里 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这张照片一直伴随罗比 想放弃的时候 她就会掏出照片 想起西西丽亚 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她跨过一群群尸体 那些人看上去都是上学的年纪 却因战争惨死 罗比心中涌出对战争的怨恨 日以继夜地赶路 终于见到了大部队 迎来了生的希望 女孩站在湖边 下一秒 女孩就消失在眼前 罗比立马跳入湖中 将女孩救起 女孩不停地表示着感谢 但罗比却觉得 女孩的玩笑十分愚蠢 博来尼对罗比暗生情愫 不想罗比不仅不接受她的示好 还深爱着她的姐姐西西丽亚 心生极度的 博来尼仅用一句谎言 就将罗比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 博来尼长大了 她渐渐意识到了 当年那句话的严重性 每天都活在忏悔中 出于自责 她没有去读剑桥大学 而是留在姐姐以前待的医院 做一名护士 因为她想做一些实事 来弥补内心的罪恶感 可不论她多辛苦多累 罪恶感丝毫未解 她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经常写信给西西丽亚 想打听她的下落 但西西丽亚从未回信 一天 一个同事问她 有没有过喜欢的人 她想起自己曾经对罗比的暗恋 为恨不已 当初的自己为何非要举报罗比 长大后的她明白 仅仅是因为赤裸裸的妒忌 她来这里做护士 也是希望有朝一日 能有机会救到罗比 一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 表姐与巧克力大亨结婚 她去参加婚礼 看到新郎的脸 她才惊恶地发现 这个男人才是她当时看到的强奸犯 可是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她找到西西丽亚 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 还想找法官修改证词 证明罗比的清白 这时 罗比从房里冲出来 大声斥责她 你认为我杀了你的弟子吗 你认为那时候 是的 我认为那时候 你现在什么都很确定 我认为那时候 我认为那时候 我认为 你怎么长得要知道 对和错 你十八岁 你十八岁 才能带着你自己 去谈谈 那是十八岁 十八岁 才能带着死 在路上 你怎么知道 罗比在战争中 受到巨大的心理创伤 久久难以平复 在西西丽亚的安抚中 才慢慢冷静下来 两人让她去做几件事 跟家人和律师证明她的清白 再将这件事 原原本本写下来 之后 罗比与西西丽亚 过上了他们 梦寐以求的生活 幸福终老 伯来尼将故事 写成书出版 多年后 在一次采访中 年迈的伯来尼 才缓缓道出真相 原来 后面的圆满结局 都是她编出来的 罗比与西西丽亚 根本没有原谅她 事实上 罗比早就死于战争 没有回来 没过几个月 西西丽亚也意外去世 两人未能善终 伯来尼认为 都是她导致的 因此在小说里 她一定要将两人 写在一起 就好像她从未犯过 那个愚蠢的错误 影片就此结束 它是一部 多次获奖的作品 世界观非常宏大 将人性丑恶 与阶级歧视 刻画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表姐 小时候被强暴 长大后 却出于名利 又嫁给了强暴 她的人 极尽讽刺 原片中 还揭露了战争的残酷 如果说一个 小女孩的谎言 导致恋人分离 那么战争的伤痛 带点普通人的 则是一生的心理阴灵 有些罪可以说 有些痛苦 却终生无法抹去